词曲 李宗盛 妈妈说别人都靠不得 闺蜜说我想太多 有时有点胆怯 有时少点坚决 幸福要怎样才能把握 错越多 错越多 那是指口应该懦弱和懒惰 我不怕 谁没摔过尴尬过 小心翼翼怕脱 不如大方洒脱 我不吝啬给自己承诺 做越多 越收获 哪怕一天一个小小的糖果 舍不得 心里也是甜甜 淡滴滴的快乐 是投入的蜜蜗 给自己留一点颜色 画个美的生活 那鞋呢 这个事有点复杂 这不高律师吧 幸会啊 这个 这么巧在这儿见着 你上回不是说你要约我吗 怎么没约我 还单独约我媳妇 什么意思 好 那我下次提前约你 再说吧 老婆 这坏人多了 咱回家 回家安全了 要不要我送你们一程啊 不用 我的车我送去那边保养了 很快就好 你 你搜你的 你别管我 快走快走走走 那你啊 大家在等你呢 再见啊 那什么 没事不联系了啊 再见再见 再见 你的鞋呢 我说自己飞了 你信吗 你怎么不飞啊 没有翅膀 走吧 去哪儿啊这是 我带你去浪漫一下 要不去爬山吧 爬山 穿这个啊 你刚学的浪漫呀 那个去保养的车呢 没油了 得去保养保养了 那都多少公里了是吧 真敢吹 我以为你一咬牙一跺脚 去银行里面把钱取出来 还真买一辆车呢 我哪会那么成功 再说了 杀鸡烟用宰牛刀 对付个高旗我知语啊 你不是不上心不小气吗 干吗还跟来 怒过 纯属怒过 说 接着装 媳妇 我是有点不放心 但我不是不放心你 那话怎么说 不防君子搞小人 你看他那色咪咪的样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我的车子又大又舒服 不信你带坐坐 行了吗你 人家才没你那么猥琐呢 你得了吧 他比我还猥琐呢 你呀是能看到很多人 但是这种笑里藏道的 小人 色咪咪的 你看不透 我是你老公 得替你把把乖 自打结婚以后啊 你就没有像高齐那种眼神 看过我 真的没有了 没有 哎呀 你看着干吗呀 你别弄 有痴呢 怕什么 谁在看着呢 许多 师傅你开稳点啊 喝了喝了喝了 警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乐乐 你舅妈果然说得没错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你真是昏了头傻到家了吧 告诉你啊 户口本已经被我和你爸转移了 想偷走去领结婚证 先转后奏 你做梦吧你 看见没有 跑过那个 膝盖有伤多年的老毛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看挺正常的 他跑得快的时候你看不出来 你注意看啊 他跑步的时候肩膀一高一低 脚落地的时候呢 右脚明显加了力道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养成的习惯 等他慢了之后就会明显很多 可是 他有问题干吗还跑啊 跑步发烧友 备战备荒 准备比赛呢这是 你看他T系上的字 马拉松 我看过新闻 去年这叫长城碑 你再看看他的鞋底了 一般人可磨不成这么磨 读秒器有没有 一般人没这么专业的 还有啊 你再看他那个小腿肚子 没练过十几年可练不成那么粗啊 观察够仔细的 你不当大夫都可惜了 什么毛病啊你觉得 按照我的诊断呢 左腿半月板积水 跑步者的通病 九成把握 你还是当护士吧 不是 怎么这样 不说我了 赶紧的 你来 夫妻 这么肯定 外衣是婚外恋的 不管多大岁数 只要有外遇 男人不会穿着那么邋遢 脱鞋不说了 连T恤都洗吐落了 都不在乎 女的也不会是婚外恋 你见过提着菜篮子见情人的吗 只能是老夫老妻 爱情都变成亲情了 就像姐姐差点摔倒 弟弟总得扑一把 没事吧 看那岁数 结婚不止七年了 可是还没扛过七年之痒 不吵不闹僵着 肯定是冷战 两人之间有事 小小眼 走吧 这事这问题 应该都出在男人身上 不是因为钱 就是因为懒 男人一懒就没钱 头发和脸都懒得细 脱子上那条毛巾 都快看不出颜色了 这样的人 还能指着他多上劲啊 这么说是有点道理啊 哥 我学四半天了 咱这样僵持下去 不是回事 你说吧 只要你说 你媳妇那儿你煮不了 那这事我认了 咱妈由我来养 我那儿呢 虽然地儿不大 但是 再融下一口子的人 是没啥问题的 哥 哥 我就等你一句话 还没回家呢 昨儿吃一小瓣了 等我回家商量商量 来 表律师 来来来来 看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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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抓没听见啊 来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你看那边 别插开话题 我问你啊 怎么回事啊 刚才谁嘲笑我不专业来着 我没插开话题 你看 那边那女孩 看看她是什么问题啊 你先来 下期先让子儿 让你一步 她应该有个哥哥 这个哥哥呢 很懒 不爱工作 坏的工作瞧不上 好的工作呢 看不上她 整天窝在家里 找不上对象 爸妈头发都丑白了 就怕她打一辈子光棍 整天在家穷吵恶斗的呀 当妹妹的非常的郁闷 出来散散心 你怎么不说 这个妹妹的哥哥叫庄颜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瞎说八道 什么都不知道能变这么多 我也挺练的 那你说那一个女孩三目 我能看出什么来 失恋了 姑娘长得这么好看 肯定不是第一次失恋了 可这次对她的伤害是最深 应该是被甩了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失落 委屈才会有眼泪 失恋的低反应该就是逃避 舔伤口 所以她不愿意接电话 不管是谁的 心里想不通还不听人劝 没准父母还老唠叨 就借着下楼买水的空 来这儿躲躲清线 你的水 你不去写小说真的可惜了呀 这叫观察力 总比你把自己的故事 掏在别人身上强吧 我倒是希望我哥宁可老失恋 也别像现在这儿 除了乐乐 我还真没见过哪个女孩 能这样上楼的心 这都是天意 没办法 你这是封建迷信 没有那么多的天意 我跟你说 找对象这事 就像寡妇生孩子 得大家来帮玩 怎么办 怎么办 你总不能拿把刀 去威胁陆老大爹妈吧 也是啊 她自己不上进 别人帮忙也没用 把你们都抓回来啊 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不是不努力 我是没机会努力 以前我天天在家待着 你们说我不求上进 现在我自己提出来了 你们又不同意 我看呀 我就申请个低保 在家啃父母 在外啃政府 不是我不同意 也不是我不愿意帮忙 关键是哥 你这个导衣是做什么的 你知道吗 你就想干这份工作 有多难呀 比大夫开刀还难吗 哥这鼻子底下不是嘴吗 那那些小姑娘能干 我干不了吗 你先听庄重把话说完 他脱什么裤子 我知道放什么屁 人家是一护士长 我是一待业青年嘛 那他把我当孙子一样 就去殉着嘛 是不是 你这不就是抬杠了吗 你这 谁给你抬杠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帮还是不帮 没法帮 你是没法帮啊 还是不想帮 我讲直白点啊 我觉得呢 你就是为了护能路灯他父母 随便找一个工作瞎对付 你这个抽发点就不对 所以我选择不帮你 出于这个目的 那我有错吗 什么叫瞎对付 庄重 庄重 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 我知道 在你眼里啊 我是魂 大钱挣不来 小钱看不上 小钱你也来不了啊 是啊 小钱我也挣不来 可是偏偏 有一个仙女 她砸到了我头上 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拿什么吃饭 人家父母挡在了中间 换位思考一下 你要是有女儿 你也会这么想 那我想改变自己 有错吗 改变自己那首歌 你没听过吗 你怎么老就斜着眼看人呢 我觉得哥说得挺对的 我支持他 赵阿姨 老婆这事没那么简单 你别老在这儿当好人 我就是纯粹站在邻居的角度上 那既然他那么认真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嘛 行 那咱可说好了 我去替你申请 你好好改变自己 你别给我绕进去啊 别干两天你就走了 让我里外不是人 你们两个听见了没有 那他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不干了 不是 到底想什么呀这是 我再嘱咐你几句啊 你现在是试用期 如果犯一次错 我就会被人录掉 所以呢 一定要小心谨慎 这么说吧 排在你身后 等着当导医的人 不下两位数 所以呢 要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 说你耳朵没聋 接着说 好 常规培训你已经做过了啊 我再跟你讲几点 特别重要的 要是有这种 特别着急的家属和患者啊 你一定要小心 留意不能大一马 心里没数呢 就往急诊科指 再不行就给我打电话 等我过来 这个医务处每天下午 会例行检查 你这些话都给我说了恩便了 等我老年痴呆你再叨叨叨行行 怎么了还探上气了还 你先把你屁股抓下来 你以为这是你家抗头啊 还有你这个态度让我很不放心 你说我怎么放心 我什么态度了 我就烦你跟家长似的 我才站着多长时间啊 怎么就有问题了 要不咱俩换我了 你替我站稿 我替你打针去 我上辈子我就欠你了我 赶紧走赶紧走 赶紧走 还有就是这几天 来应聘的那些人员 那些人员的人员 在案子都整理出来 对了 瑶瑶 过两天来个实习生 想跟一些离婚啊 婚姻诉讼之类的案子 给带下她 好 这样啊 头儿 听谁说的 我自己分析的呀 你说咱们头儿 什么时候胡子也不刮 脸也不洗就出门啊 这是头一遭 这说明肯定有事啊 别瞎分析 回头头儿要知道的话 又该扣你奖金了 你看你还不相信我 我跟你说 跟你这些年我不白学 咱们头儿你还不了解吗 什么情况下她不修蝙蝠呢 两种情况 一 失眠了 二 亏钱了 瑶瑶姐 说你不了解她吧 你知道的还挺多 说你了解她吧 你走上她的套 什么意思啊 叫她压抑那实习生啊 听说是个关系户 还就是干什么什么不灵 特不靠谱那种 是吗 好像是上边一个 什么部门的亲戚 她前几天来过一回 我听见过她的人说呀 一头的绿头发 弄得跟着火鸡似的 你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 现在年轻人 法性说明不了什么 表面上看剧都不找掉 实际上都挺认真 说不定还能给咱们惊喜呢 我可不是为了怕被新人挤走 我才说的 我是友情提醒你 先试试再说吧 实在不行找她退货呗 姐姐好 你们是打离婚官司的吗 小朋友 你找谁呀 我想找瑶瑶姐姐 找我 给 给 儿科第三针时啊 你顺这个扶梯上去 右手第三间就是 好的 行 谢谢啊 为您服务 再见 您好 有什么我能帮到你吗 看病啊 我带你先到那边去挂号好吗 这早看 不是 姑娘你别误会啊 我是这儿的导医 为您服务 我只想帮你找到合适您的医生 姑娘 你听我跟你讲啊 这儿的医生我都很熟悉 你知道吗 然后不是 我 我都很熟悉 我可以帮你介绍认识啊 您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主任 我真没别的意思 你也知道 我是第一天上班 我就想为这个女士 好好服务 好好表现一下 你看为您服务嘛 是不是 马上给这位女士道歉 不是 主任 我真的就是马上 对不起 对不起 佳小姐 我想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场误会 她今天刚来上班 也是想办件好事 对 她这人哪我特别了解 心肠挺好的 就是总是好心办坏事 卓妍 先出去 来 主任 您不会撑开除我吧 先出去 先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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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小姐 您还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想去妇科看看 要不这样吧 主任 妇科我必要熟 我带她去 刚去过 里面是男的 我想 我想找女 女大夫 好 行 我知道您的需求了 交给我吧 佳小姐 其实我们见过 你忘了 上周在公园 我家就住公园附近的小区 搞不好我们还是邻居呢 好 我把人带来了 给钱 到这儿去 别知道了 杨律师 好 我叫吴晨 找我有事吗 我呢 想咨询你一下 离婚的事 我在网上查过 您是打离婚官司中 最专业的 我想请您帮我忙 不是我 是我爸和我妈 吴晨同学 我觉得呢 你还是回家跟着父母 好好商量一下 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离婚的话 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吧 他们不会来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跟你丈夫离婚 你肯来吗 那你来这里你父亲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会跟他说的 我妈没有文化 一直靠我爸养家 什么忙也帮不上 管我爸还管得特别严 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不接就一直打 打到手机没电 他如果做好了饭 我们没有准时去吃 他就骂 有时候急了还砸电视 我觉得 我爸特别可怜 你觉得你爸爸可怜 是因为你讨厌你妈妈吗 不 我只是讨厌我家的气氛 我现在根本不想回家 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妈还要一直纠缠着 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 还不如尽早离了 找死 早潮生 我爸和我妈都是农村的 我奶奶家穷 姥姥家相对来说有点勤 我妈呢小学就喜欢我爸了 一放学跟着我爸 就去奶奶家干活 但是我妈她笨 上完小学就不上了 回家开了个杂货铺 跟我姥爷出去卖菜 供我爸一直读完了大学 你爸爸上大学四年 基本上都是你妈供的 对 因为我奶奶家 就我爸一个孩子 我爸去读大学 奶奶家到地 就给了我妈和我舅舅种 我妈卖菜 给我爸借钱 我爸后来大学毕业后 在城里找了个工作 就把我妈给娶了 你说你妈妈不太愿意离婚 为什么呀 我听我奶奶说 我妈小时候又喜欢我爸了 应该是离不开她吧 那你爸爸呢 她离得开你妈妈吗 能离开 我是男人 我理解她 还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一下 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你跟谁啊 我可以住学校的 一定要跟谁吗 就算你住学校 也一定得有一个法定的监护人 你说你喜欢你妈妈多过你爸爸 可是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你跟着你爸爸的机会 应该是最大的 为什么 你妈妈现在没有工作 在经济上面 不具备抚养你的条件 如果你跟她生活的话 你们的日子会过得很艰苦 就算上了法庭 法官也不会这么判的 你离不开你妈妈对吗 嗯 所以说大人的事情非常的复杂 如果他们想离婚的话 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吧 事情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好吗 我爸撑不到那一天的 姚律师 这是你的律师费 如果不够 我再想办法 孩子 别叫我孩子 我都十四了 姚律师 你们大人懂的 我都懂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还是跟你爸爸谈谈吧 时候不早了 你也该上学了 你为什么不问我爸的电话号码 我们天天见面 就不用打电话了 事务所就在旁边 你宁可在这里等我 也不上去 肯定是有不想见的人 你书包的牌子 应该不是国内的吧 那应该是你爸爸去年 在澳大利亚给你买回来的 我们所里所有人都看见过 你长相应该随你妈 但是你的眼睛额头很像你爸 尤其是下巴 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 虽然你爸没跟我们说过 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一个老板的家庭八卦 做下属的一定会知道 就算我不想知道 早晚有一天也会有人 传到我耳朵里面 你爸爸刚刚开完例会 今天要去法院一趟 恐怕我今天见不到他了 现在这个点呢 差不多大概下来了 把钱收好了 别丢了啊 你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孙医生 那我就把这病人交给你了 我一大老爷们儿在这儿也不方便 拜托了啊 拜托了 拜托了 来 坐吧 叫什么名字 小晓琳 哪年出生的 九二 哪儿不舒服 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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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敢趁我鸡窝 我就给你们拼了我 您家的投诉啊太多了 不是我们不讲情理 实在是人家鸡窝呀 我这鸡窝怎么了我 我这鸡窝天天早上打明 我可没找小区要闹钟钱呢我 不是 您这也不能 你干吗呀你 你们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等哪天你妈也欺负了 你们也别说话呀你们 大姐 我们也是按规章制度 你干什么 我们 我们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您理解理解我们 我没文化 我不懂你们什么归什么张的 你们要拆我这鸡窝 我就跟你们批评 你来 谁来 麻烦你们 小点声行不行 大哥 吵着你了是吧 真是对不起 你把窗户关上啊 我这儿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一会儿就完啊 你们没完没了 干什么你们啊 天天都来 有完没完啊 我理解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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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走 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马上解决 马上解决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那自己家院里 想想啥子行 皇上都不管 就你们管是吧 春花 回去 进屋去 好了春花 别闹了 大姐 走不走 不走了大姐 走不走 走走走 他还站着干吗 你吃饱了撑的 你跟他们拼礼道歉干吗呀 是 你这个人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 打小就这样耳朵跟着软 师傅怎么教你都教不会你 那帮保安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是欺负人 你说顶头那个什么局长老婆 养那么大一小狗 他们怎么不管呢 春花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就我不对呗 吃鸡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啊 你吐出来 春花 我要跟你说点正经事 你说说说 正经事 老婆 我对不起你 我把投到基金里的钱 都赔了 赔多少 赔多少啊 反正投进去的 全没了 不就赔点钱吗 你看你那样 咱又不没过过苦日子 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从头再来 那边 老婆 可是好几百万哪 几百万怎么了 这要是几千万 你还就不活了 该吃吃 该喝喝 你赶紧喝完汤啊 干干吗干吗去 是外面一出去 还是大太阳呢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家里的钱少了一千块 多少 一千 一千 怎么少的 我也是刚发现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你就发现了 现在才说 你怎么回事你 这一千块钱能换多少鸡蛋啊 你不长脑子你啊 你就气死我了 你现在还坐着干吗 赶紧去找去 杨春花 我说你怎么那么逗呢 我基金赔了几百万 你都不吭声 这一千块钱赔了你 急着嚷嚷嚷嚷嚷嚷什么呀 几百万我不说你 我是怕你想不开 这基金这么大的事 我也不懂 咱也管不了是不是 可这一千块钱是小事吗 这证明什么 证明你粗心 这过日子能粗心吗 你听我说完再骂成吗 骂什么骂丢都丢了 钱是咱们儿子拿的 你除了关心鸡蛋 是不是啥都不关心啊 不是 他拿钱干吗呀 我根本哪知道 你干吗 你没开除我吧 看你这表情啊 他们就没开除我 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丑啊 要不是我帮你说好话 人家执意要投诉你 你就完了你知道吗 那赖我呀 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在人家面前要表现热情一点 不赖你 赖我 那女的呢 走了 人做完检查人走了呗 走了 我还想问问她呢 我错哪儿了 她又投诉我 你没错好吧 都是我的错 我求求你了 好好工作 踏踏实实工作 别再跟人呛伙了 谁跟她呛伙了 咱家都是讲道理的人 我能跟她呛伙吗 我懒得跟你解释 不 庄主 还是我第一天上班 你不得要请我吃个饭啊 别生气了 我以后啊 绝对好好表现自己 别玩了 我汤都热好几遍了 快点吃 吴晨 好吃饭 吴晨 爸爸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听听你的意见成吗 嗯 咱们家放零钱那地方知道吗 少了一千块钱 我昨天下午还数了 都是对的 今天一数就不对了 而且家里也没来我 是我拿的 你拿钱干什么去了 你爸他不是不给你钱 你是不是又上网去了 你看到电视上面 那网瘾少年 全都是被捆进来治 爸 妈 你们离婚吧 我去找过人家律师了 他不要 说你们两个得自己去 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考虑考虑 我可以祭祀 你们谁也不用管我 谁说我们俩不好 谁说我们要离婚了 你们两个别再演戏了行吗 根本就不适合对方 你们两个每天 简行行地装幸福给我看 你们不累吗 妈 你幸福吗 我不懂什么叫幸福 我就知道我每天看着你们爷俩 我就开心 怎么了 我过的就是好日子 你真虚伪 我吃 我跟你妈妈 这都几十年了 也算是青年出马的 你知道吗 胡说 我怎么感觉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别胡说八道 这是啥孩子 我真的觉得你们特累 我妈累 你也累 你们两个成天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们自己算算 这些年 你们说过几句话 妈 您如果再不同意离婚 我爸他迟早出轨 到时候他带着二奶在您面前 您高兴吗 你胡说什么你 我妈妈你谁家 不是这样过日子呢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呀 比我那些老乡 那什么又有钱的 又当官的 我比他们都幸福 怎么了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 从我记事来 您笑过吗 我怎么没笑过 我不是每天都行吗 我不在笑吗 我不在笑吗 您真累 我累不累 我累不累 我自己知道 知道什么 我罢了根本就不爱你 你不许这么说你爸 咱家这孩子就是这脾气太倔了 上个礼拜天他问我 问你一天到晚能跟我说几句话 我哪知道他问这个干吗呀 我就跟他一起数 我数来数去 没超过十句 我跟他说 其实咱俩平时说得挺多的 可是他根本就不信 他这么大孩子呀 就是喜欢胡思乱想 你可千万别听他说的 咱俩不能离啊 咱俩要是离了 那他不就成单亲家庭的孩子 你不是亏了吗 没关系 我出去挣钱养活你们 我 我可以做小事工 做保姆 去给人家做饭 我养活你们 只要你不跟我离 咱们这日子能过好的是吧 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聋了还是死了 您啊 顺着这个扶梯 上到三楼就有护士接待您 行 不客气 您好 我觉得咱们还是去北海道吧 那儿东西好吃 田姐 这是您的水 然后这是您要的文件 可以啊 一点就透 有我当次的样子 那以后还得请你多多指点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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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真的做得挺好的 等着你师傅回来夸你 他人呢 他事多多呀 他忙得很 你呀 就踏实跟你师姐我 把这第一道图呢 先学出来 你出去给我买点吃的吧 记得啊 我吃素 以后就甭问了 请 好嘞 我给你钱吧 来吧 我给领导打个电话啊 好 帮我盯会啊 喂 喂 领导 啥情况啊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 近期的工作 这真是太阳 打地铁站的西北角A口出来了 你提前一个小时上岗啊 真成老模了你 那也不看我为了谁啊 对不对 领导 说实话 以前啊 我在家里啊 什么都懒得干 都提匹劲来 那现在吧 也不知道怎么了 睡不着了 那狗几点醒我 我几点醒我 好好干 别嫌导衣地位低 转正了 咱们就是医院的人了 那必须的呀 我怎么能嫌地位呢 我的地位在你面前永远低 你跟你妈说了 行了 吃饭了 别包住了 来了 喂 喂 林导子 什么情况 横下一条心和你在一起 努力奋斗为了我们 与父母过去抗争中的乐乐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我以为最平凡的相处 却更要呵护 爱不靠天赋只靠付出 都真实才能礼物 不怕痛才会有 爱不靠天赋只靠付出 像一本无字的书 用心去读太多 幸福 读懂了你就懂了 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